这是一个隐秘的世界 一万年间 他们在这里取食 争斗 求偶 繁野生息 对于神龙架来说 人力才是那个闯入者 我们窥探着他的秘密 却始终无法看清他的全貌 森林 看上去就是一大批绿色 好像很安静 当你走进去就会发现 非常热闹 每一片叶子的形状 每一朵花的颜色 每一个动物的行为 都是他们的语言 我的工作 就是听懂他们的语言 京师侯再发出警告 他们有18种不同的叫声 来传递信息 这里是川京时候 风部的最东端 他们已经在神龙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亚种 他们在这批森林里 窃息取食 170多种食物 对神龙架的生态系统有上复杂 这批森林里的作用 我2002年来到中科越神龙架生物多二性定位就站 2014年参与神龙架的生怡工作 但研究的越深 疑问也越多 我们知道神龙架有为二代典型的锤子自然代谱 却不知道不同类型的植被是如何长期共处的 我们知道神龙架有众多的特有和结衣物种 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我们知道神龙架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独特的小气痕 却不知道他们对物种的影响是什么 一块零下的山石 一面风化的岩壁 一棵导幅的树木 都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 在镜中和获利中世代更替 数不清的生态穷落 在漫长的野境中 仅仅咬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生命体 森林里各个物种之间到底是怎么交流的 它们如何烘沛阳光和水风 是什么让它们高低错落地组合在一起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所有的答案都藏在这批绿色的海洋里 传说 神龙曾经在这里架木为梯 变仓百草 而如今 它仍然是人类的物种基因库 拥含着我们未曾发现的秘密 拱铜树高15米 16.92胸镜 所谓世界遗产 在我看来 不仅在于它已知的价值 更在于它未知的价值 我们已经在神龙架采集了三万份土耳样品 正在收集的植物种子也有三百多份了 把那些解不开的问题留给后人去解答吧 与神龙架一万年的历史相比 我们只是短短的一束 它来这一世界 也终将归于世界 它属于我们 但更属于未来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